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带来的分享主题是Apache Dolphin Scheduler 在联想作为统一调度中心的落地实践 首先先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我叫李港 我是Apache Dolphin Scheduler的初始提交者和PMC 是LC北京的member 目前在联想担任数据架构优化的工作 那么今天的分享主要会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 首先先去介绍统一调度中心的需求背景 其次是我们为什么选择Apache Dolphin Scheduler 作为统一的调度中心 第三个是Apache Dolphin Scheduler在联想的落地实践 都有哪些的功能改造 第四个是RootMap的一个介绍 那么定时任务的话 对于我们每个开发人员来讲也是一个常见的业务的场景 我们通常都会遇到需要定时的对数据进行一个备份 同步 而一般的解决方式我们最开始会选用Countable 或者说基于Spring去开发这样的一个定时的任务 那么随着这种定时任务的需求越来越多 如何更好的更方便的对他们的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这个时候统一的调度系统 它的需求就固执一出来 那么在联想的话 也是基于类似这样的一个背景需求 我们搜集了其他的Domain这样的一个需求 大概罗列出来以下的几种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 主要也是分为三个大的部分 那么前三个我们会看到 它更多的是任务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需要去支持定时的通知的这样的任务 然后ETL任务的支持 还有希望我们的接口之间 它可以存在依赖的关系 所以说如何去把HTTP任务进行一个参数的传递 这样功能的支持 就成为了一些也有顾问的一个相对比较迫切的一个需求 那么除了支持丰富的任务类型 那么还需要去对任务进行更好的管理和监控 如何让这种更多的任务 多种类型的任务可以很容易的去 编排起来 然后去实现一个复杂的业务流程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之前是基于Spring或者业务系统去自己开发的定时任务 如何把它也能够进行统一的管理 而第三类呢 一般是基于当我们的任务越来越多的时候 如何去保证到任务可以准时的正确的进行出发 进行一个总结和抽象的话 也就是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调度系统 它需要满足以下的六个重要的特征 首先它一定要是高可靠的 这样的话才能够支持任务可以按时正确的进行调集 而稳定性呢 也正是调度中心的重中之重 所以我们要去支持分布式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第二个呢 但是它一定是支持多种的类型 它可以支持丰富的业务的场景 然后对用户又比较友好 我们可以通过UI 非常方便呢 去对正在执行的任务 进行任务的状态查看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暂停停止的操作等等 还有当多个Domain去接入使用的时候 我们需要进行业务的隔离 当随着接入的任务越来越多的时候 如何能够快速的去扩展我们的调度机群 并且随着线性的增长 我们的性能也可以线性的增长 最后一个呢 是如何更好的 更快的满足业务更多的需求 那么这里就需要去 我们对于任务 本身呢 是有一个很好的扩展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也便于更好的 更快的进行一个二次的开发 那么在这一个部分呢 去接着上节去讲述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Dolphin Sky 表示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是多个调度系统的 一个比较 第二个是关于Dolphin的功能性 还有它的架构设计 还有它的社区发展 最终选择了Apache Dolphin Scheduler 作为统一的调度中心 从产品的定位来看 那么XRJB的话 它更多的是一个轻量级的 调度的开发框架 至于XRJB 可能很容易的去开发 这样的一个任务的类型 那么在多 而Dolphin的话 它是一个原生的调度系统 它不仅仅是满足我们 普通的定时任务的开发 它还需要去支持大数据的任务 包括原生的任务等等 而Airflow的话 它通过工作流 进行一个统一的监控和管理 第二个部分就是 丰富的任务类型 那么XRJB的更多的是 Java,Shell,Python 少量的任务类型 Dolphin和Airflow的话 支持的任务类型是比较丰富的 而第三个呢 是如何更好的 让调度变得更加的易用 对用户是足够的友好 那么XRJB的话 它不支持可视化的编排 而Dolphin的话 Dolphin和Airflow都是基于DAG编排 去对任务进行统一的管理 而Dolphin的话 它的DAG更多的是 它DAG可以支持UI 拖拉拽的方式 去快速的定义DAG 而Airflow的话 更多是基于Python的代码 我们需要去编写Python代码 然后去构建出来 这样的一个第一级的关系 它就是如何更好的 去扩展我们的任务类型 那XRJB的话 它主要是基于Screen 去支持Java的这样的一个开发 而Dolphin和Airflow的话 都可以去 支持更多任务类型的开发 Dolphin的话 采用SPI的机制 更好的支持任务方便的扩展 那么在大数据团队里面 可能更多的是 关注到一个多租户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么通过多租户的话 Dolphin就可以去 绑定到样上不同的队列 而这样的话 就会更好的去 使用到更好的 合理的去分配 我们大数据作业的这样的资源 好 集群的一个高的扩展性 XRJB和Airflow呢 更多的是关于执行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扩展 而Dolphin的话就是 Master和Worker节点全部都是去中心化的设计 那么它支持动态的上限和下限 那么最下面的话呢 就是从应用性和设计的活跃度 以及二次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进行了一个结论性的比较 那么最终的话 因为我们的团队呢 也是使用Java 所以说最终选择了Apache Dolphin Sky 作为统一的调整性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一起去看看Dolphin的功能的特性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张图 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DG 我们通过DG呢 去进行任务的编排和管理 而这样就可以满足和保证 业务里面错综复杂的 业务的关系 而首先我们会看到 在这里它满足了任务的丰富性 在最左侧 我们可以看到它支持很多的任务的类型 有将近20种 主要分为的两类 有逻辑任务和物理任务 逻辑任务的话 指的是向子流程的任务 依赖节点的任务 还有我们的条件任务等等 而还有一些物理的任务 就是具体去执行的任务 比如说大数据的话 就是MR任务 Spark任务 然后有其他的Circle任务 Share任务 Python任务等等 除了丰富的任务类型之外 DG里还可以看到 它可以支持任务的 错综复杂的 依赖的关系 这些的依赖关系 就可以有箭头去进行表示 有逻辑任务去进行表示 那当我们把这个DG进行一个保存的时候 它就会生成一个工作流的定义 而工作流定义的话 我们对它就可以产生实际的操作 我们可以去运行一个工作流定义 我们可以对它加入一个定时 进行一个时间的触发 我们也可以在工作流定义的时候 去选择自流程 这样的话就变成了工作流之间 这样的一个依赖的关系 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上限和下限 这样的一个管理 而不管怎样的触发方式 当工作流定义进行出发的时候 就会产生工作流实力 工作流实力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工作流实力的状态 还有工作流实力中任务执行的状态 任务都执行用了多少的时间等等 也可以对正在执行的工作流实力 进行各种的操作 比如说停止的操作 暂停的操作等等 也可以对已经生成的工作流实力 进行一些重考的操作等等 因为每一个的DAG里面是有多个任务类型 所组成的 所以说一个工作流实力里面 一定会有多个任务实力 为了去方便的去看到任务的 执行的情况 我们可以去实时的去查看任务的日志 2.x的话 它比这1.x的版本 多出了一些新的特性 那么主要大的特性是包含以下的部分 比如通过最左侧我们看到 它可以增加了一个 它增加了一个工作流血缘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界面 我们可以清晰的去看到 各个工作流之间的血缘关系 哪些工作流呢 它是一个在线的状态 哪些呢 是一个下线的状态 还有去增加了工作流版本的管理 当我们针对每个工作流定义进行一个编辑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版本 还有增加了多种任务的类型 比如增加了分支节点 增加了ETL任务的Wattdrop节点 好第三个部分 我们再去看一下架构的设计 首先我们先去看一下Dolphin最开始的架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去可以从头往下 从上往下进行一个查看 首先呢 我们是基于可视化的UI进行操作 我们去绘制出来这样的一个DG 然后对它进行保存 就生成了工作流定义 然后可以对它进行启动 当我们去手动去启动一个工作流定义的时候呢 就会去通过API 把这个工作流的 启动工作流定义的这个命令呢 去存放到我们的DB之中 而有Master呢 就去获得这样的命令 获得完这个命令呢 进行一些工作流实例的解析 也就是我们DG的解析 然后把它生成任务 然后进行任务提交 提交到哪里 提交到ZK的任务队列 然后由Worker进行获取 Worker获取到之后呢 进行执行 在整个的执行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在UI界面上去查看日志 就有API呢 去通过GRPC去调用Logosolver的服务 去查看日志 我们在这里重要去 讲述一下Master服务和Worker服务 Master服务和Worker服务 就是一个分布式 无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当我们去启动 多个Master服务的时候 它都会分别的向注册中心 进行服务的注册 这样的话 当任意一台Master服务和Worker 调限的时候呢 就有会有监听机制 去监听到 哪些节点的发生了哪些事件 而这样就会触发到一些容作的机制 保证任务 工作者的实力或者任务 可以正常的进行一个执行 我们再看1.3 那么在1.3的架构里进行了一些演进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在Master与Worker之间 那么在1.2的时候是 Master会把任务呢 去放到ZK队列里 由Worker去进行一个拉取执行 那么在1.3里面呢 是由Master把任务直接去分发给Worker 而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去降低了 取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演示 而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Worker的话 他会把任务的执行状态汇报给Master 用Master去更新DB 而Worker呢 他的职责就会变得更加的单一 然后在2.x的架构里面呢 也进行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架构的改进 那么主要呢 是基于SPI的这样的一个插件化的设计 首先把很多的组件都进行了SPI插件化设计 比如说数据员 任务 注册中心 还有告警 而这样的好处就是 我们的多个的任务 多个的任务插件之间呢 它是一个独立的关系 另外也可以可插拔的话进行选择 降低了任务加包的这种复杂的依赖性 而第二个大的改善就是在2.0的版本里面 针对Master进行了重构 第一个重构呢 就是去除掉分布失所 那么在1.x的架构里面就是Master的 因为它是多台Master在共同去工作 所以说呢 在这里是需要有一个分布失所去从DB里去取 而为了更好的去支持并发 那么在2.0的话主要是去掉了分布失所 那么主要是当Master进行上线和下线的时候 Master都会重新去计算自己的槽位 而通过这种槽位呢去获取对应的command 而这样就会避免了分布失所的这样的一个抢战 那么第二个重构点就是Master现成池 那么在1.x的版本里面 Master现成池占用的是比较多 而现成的话又是相对于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资源 那么在2.0的话就基于现成池做了这样的一个重构 大大的减少了Master里面现成池 现成的这样的一个占用 而下面这张图呢主要就是Master里面这种 现成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的工作的关系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流的执行现成 那他主要负责的是进行第一阶的解析 生成任务的实例 并且呢把它提交提交到对列里面 好那他去具体在他里面呢会维护着一个 事件的对列 分别有其他的县程去触发这样的事件行为 比如说当我们通过API去进行一个 Q或者暂停的操作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触发一个事件 而最终呢有Processor这个县程呢 他去触发 然后呢去放到工作流执行县程的对列里面 而类似的比如说是任务的超时 还有流程的超时 也会把事件加入到工作流执行县程的对列里面 那么第四个部分是社区的发展 我们通过下面的这些关键性的指标可以看到 Dolphin从进入到复发器到毕业 一直到现在都在持续不断的健康的发展 我们看到最关键的指标 我们的开发者的数量 用户的数量 都在持续的往上去增长 包括是里面有PR 这些都是证明了社区是非常的活跃 那么正是基于以上的几点 我们最终选择了阿帕奇 Dolphin Schedule 因为它是分布式 亦扩展的 它有着强大的低级可视化的功能 它支持多租户 方便大数据作业的资源的更合理的使用 然后也具备了权限的管理 然后支持丰富的调度的方式 基于事件触发 时间触发等等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Dolphin Schedule在联想的落地时间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的功能改造 那么为了更好的去支撑 业务独命去提出的调度的需求 主要做了第一个HTTP任务参数的传递 第二个是Java执行器 或者Java扣端引入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第三个是认证的接入 还有最后一个是项目全区参数的改造 首先我们去看一下HTTP任务参数 那么其实在2.x的版本里面 Dolphin已经支持了任务参数的传递 但是它更多的是在Share任务和Sircle任务 HTTP任务的参数传递 还需要自己去进行一个改造 那么从上面的张图 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是通过一个out参数来指定 我们输出了某一个结果的变量 而在下一个HTTP任务里面 我们的请求参数里就可以去对它进行一个应用 而这样就实践了一个上下游HTTP任务之间的参数的依赖的传递 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 第二个大的改造点是Client端 就是Spring进行开发 而像这样的任务呢 它不会纳入到Dolphin的集群里面 而现在关于Dolphin里面的任务主要是Worker去进行执行 那如何去执行到其他进程里面的任务 在这里就需要一个加入Client的或者执行器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看右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图 就是Worker可以去直接调另外一个进程里面的某个方法的任务去进行执行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执行器 在一个执行器里面呢 我们可以定义到定义多个任务 而这些任务呢是怎么定义呢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 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注解 我们在一个方法名的上面呢 标注这样的一个注解 然后在这里去写上它的一个方法名称 然后在方法里面写入到你的业务逻辑 这样的话在UI对它进行一个指定 Worker就会去调用的执行器并且执行这样的一个方法 而如何在日志中进行一个统一的查看 也需要去使用到SDK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日志类 通过它去进行一个打印 我们就可以在Galfin的UI界面上去查看到执行器的执行日志 这个就是关于Java任务的一个UI界面 我们需要去传入到Handler Name 传入到执行器的地址 这样就可以去启动到我们的Java任务 我们还有一个改造是全局 项目全局变量的一个改造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Dolphin里面 它都有哪些这样的一个参数 首先是右上方的这张图 它其实是一个任务的任务级别的一个变量 我们可以在每个任务里面都自定义一个参数 那么它其实是一个局部参数 它的优先级是高于我们工作流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全局的参数 而如果再引入到项目的一个全局参数的话 它的优先级就会变成的局部参数 大于工作流定义的全局参数 大于项目的全局参数 我们可以通过最下面的这张图 可以去看到这样的一个优先级的顺序 我们在使用Dolphin的时候 其实在启动到工作流定义的时候 也可以去修改启动参数 而这样的话呢 就又加入了一个启动参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 所以说加入启动参数之后 云线机会发生了稍微的变化 就是我们的任务的参数的 云线机依然是最高的 但是流程工作流定义的启动参数 是大于工作流定义的全局参数的云线机 最后呢是接入到一个联想内部的认证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主要去对RootMap进行一个接手 那么Dolphin现在已经发布了3.0的版本 在这里呢也增加了一些很好的特性 比如说增加了对于数据质量的支持 增加了任务组的这样的一个控制 又增加了多种的任务的类型 那么第一个呢是对于UI呢 进行一个全新的重构 而数据质量的话呢 就像我们去定义一个Circle任务 HTB任务 Sharle任务一样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拖拉拽 而去生成一个数据质量的任务 而它里面呢 也会内嵌了有10种这样的效应的规则 而我们根据不同的规则 去填写不同的这样的参数 就可以去生成这样的数据质量的任务 还有就是任务组的概念 而任务组的出现就更加的 方便我们对于任务的并发进行一个控制 那么在这里主要是基于一个 资源池的这样的一个大小的概念 所以当我们的任务进行出发的时候 如果它加入到了一个任务组 那么它除了要去判断 它上游的依赖是否成功执行完成 它还要去判断资源池的大小 如果现在资源池的大小 已经超过了使用的资源 那么它就将会进入一个等待的状态 如果有多个任务去进入到等待状态 就会去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去进行判断 那么从左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数据质量 是我们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需求 那么在三点差的版本里面呢 已经得到了实现 而除了这些呢 还会有一些相对比较基于业务的一些个性化的 这样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开发 还有一些其他的业务读命呢 他可能希望是通过API 然后对于调度系统进行一个集成 可以在自己的UI界面里呢 去对调度任务的状态进行一个查看了 进行一个收通的处理的 还有些呢 是通过SDK进行一个集成 而对于社区的话呢 自己也有些思考 就是因为在调度系统里面呢 我们更多的是分为任务的触发 然后是任务的调度管理 然后任务的执行 那么在任务的触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可以去 也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差点化的管理 那么比如说既支持QUARS的任务的触发 也支持实验轮的这样的一个触发 而从长期来看 其实在调度系统里面 还是可以在延迟上去不断的进行降低 因为在整个的调度的过程中呢 会有很多的这样时间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的触发的时间 我们的提交的时间 任务执行的时间 而如何不断的去降低它的延迟 到达毫秒级别 然后进一步的去降低依赖 比如说降低对于注册中心的依赖 现在注册中心呢 它是基于参见化的设计 我们可以是基于ZK 可以基于GETCD 而后面的话 是否也可以自己去研发这样的一个注册中心 基于RAFT去研发自己的注册中心 还有就是在DataOPS领域 如何更好的去进行一个强有力的底座的支撑 更好的支持上游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最后呢 也非常的 欢迎和希望 各位小伙伴可以加入到开源社区进行贡献 那么在开源社区里面 我们不仅仅可以提交代码 我们也可以去写一些 使用的文档 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设计 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测试 也可以进行用户的答疑 而这些都是对开源社区进行了贡献 而当我们加入到开源社区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开源的社 开源的community 与我们日常的工作还是有些区别 在开源的community里面 它是一个平等的社区 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治理的模式 在这里 只要你长期的在社区里做出贡献 你就会不断的获取到功绩 然后就会受到更多的人的认同 也就有拥有了在这个社区的影响力 那么在提升技能的过程中呢 就很自然的获取到了committer 或者PMC这样的一个命令 所以这非常欢迎 我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开源社区做贡献 加入到导费去做贡献 好的 今天的话呢 我的分享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